原标题 到达四川境内的两河口地区,终于跟红四方面军会师。当时,中国革命战争二支重要的武装的会师,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谓是影响深远,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的红军制战员们,更是喜出望望,这下终于苦尽甘来了。 因此,当时的中阁军委,红军高层领导,对会师都高度重视,安排对时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道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仪式,红一方面军重要领导及中央纵队所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欢迎会议,然而,红军会师喜悦的心情没有持续几天,这张国道了解到从江西长征来的红军队伍的情况。 人马不如自己,战斗力比自己的队伍差,便展开了一系列分裂活动,最后发展成分道洋标,搞起了自己的一套,结果是可想而知。 他率领的一支红军队伍,在川西的百战关一战遭遇重大挫折,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,最后通过千难万线,才得以回到延安。 张国道在一系列挫折面前,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,最后走向失败。 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道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,指出张国道成立第二党的倾向,无异于自决于党,自决于中国革命。 建立张国道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,放弃一切反党倾向,张国道孤立了,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,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。 直到十月份,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时,之后的1938年清明节,张国道借记败皇帝灵之际,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。 开始的时候,张国道叛变,蒋介石大喜过望,团令手下人为张国道照料一切,玄机给安排了漂亮的小洋楼,把他当成火宝级人物,封他当了客户,阻止里的中将军衔。 然而,仅仅是十年时间过去,人民解放军意气风发,气势如虹,这时的张国道也尝见了冬天饮寒水,血液不断桥的苦涩滋味。 蒋介石也根本顾不了这个叛徒,张国道只好带着家人,追随那些残兵败将,心急如焚地拼命难逃。 最后到了台湾,张国道逃到台湾的日子底,最紧张的是住房,你想想,台湾本来是弹丸之地,短时间内涌入如此多的残兵败将,人称当时新来的外省人,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。 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,张国道总算在台北找到了一所住所,正要安顿下来,梳理一下一路奔波的劳顿之时,住的房子被国民党所谓的行政院强行征收,称了用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,下达通知必须现实离开。 本来在这里举目无亲,豪梦还没有开始,就遭到如此白眼,张国道自然气不打一处来,和一些军警理论,我们堂堂中将,还是中尉呢? 可人家哪里管你这一套,县官还不如县管呢? 况且什么中将,中尉,都是空头之跳,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,最后被赶了出来。 蒋介石认为张国道没有任何价值了,就把他彻底从国民党踢了出去,只好移居在香港,找不到工作,靠积蓄度日,后来去加拿大投靠。 在那里工作的儿子,总算勉强度日十几年,1979年曾斥炸风云的一代萧雄张国道,病死在加拿大一老人院,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,安葬于加拿大多伦多亿公墓,留给世人无穷无尽的话题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